大家好,攝影假期,今天來到MKK訪問,Fanky 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Leica的呢? 其實呢... 譬如你覺得用這些Leica機和其他品牌有什麼不同? 或者其他品牌給不到這種感覺呢? 你覺得為什麼這麼多歷史遺留下來的大攝影師? 就是很大的攝影師,用Leica M3 或者M6 當然自己不懂得拍照,當然想試一下是否這部機這麼神花呢? 那就買回來試試吧 那時候我都會用日本的單鏡飯工數碼機 但你拍一下後發現,為什麼這部機按鍵就什麼都搞定了? 就像是一部機拍照,不是自己拍照 前公右的話,左方這張照片呢 其實我都要拍照這張照片 有些朋友都知道這張照片對我來說很有意思 剛剛你訪問我說,LFI的Gallery 就是Leica Photography International的網路Gallery 我人生中投稿的第一張照片是這張照片 可能不是第一張照片,但給它選中是這張照片 這支鏡其實是一支50Sumicron的高鏡 哦,高鏡 我買這支鏡其實是因為我買機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的,當時買的Leica AM 有個律師朋友,他玩我Leica 他說,你媽媽給我養這支鏡給你 我說,好,有多少錢? 便宜給你吧,然後送了那支高腳給我 其實當時他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Sumicron,Sumelux,什麼完全不懂的 拿去膽粗粗的拍攝 拍攝完之後,無意中看到LFI有些網站說 如果你有些相片,你覺得OK 就不如扔上去LFIGallery 如果覺得適合或者好,我們會feature 然後投了幾張照片 突然間一天收到他們的E-mail 說,喂,你可不可以照顧你這張照片 用什麼機啊,光圓快門啊,哪裡拍啊 傳給我們 我說,行,我沒有問題啊,你喜歡什麼 我沒有,我想拿這張照片放上我們網站嗎 我說,哇,原來真的有人看我的照片 那時候很開心 那這個是古巴 古巴人生拍照一定要去一次古巴 很有色彩 那種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空間裡面 就是找不到 就是,經常都有人說 古巴開始變,遲些有Starbucks,有莫當勞啊 那我11月應該會去伊朗 嗯,預告,正